大家好 欢迎收看生活调查团 我是琪琪 现在已经入冬了很久 大家为了如寒过冬 已经穿上了大衣 戴上手套 甚至乎好像琪琪那样 淋上围巾 但是无论怎样做得好 我们对脚永远都是冻冰冰 好像冻僵了那样 对于很多人来说 一盘热水将对脚浸下去 或是暖融融的感觉 从对脚扩散到全身 真的很舒服 所以很多人都认为 用热水浸脚可以改善身体的健康状况 但是有不少网友就表示 有没有人浸脚浸到爆血管 这个真是假的 2014年11月13日 有媒体报道 湖北汉口的一名女性 因为心仪在家用热水浸脚 突发老血管动物楼破裂 经抢救无效离世 因为浸脚而死亡 所以这件事件得到了 社会的广泛讨论和关注 到底浸脚是冬季保暖的一种 好方法 还是致人于死的元凶呢 就这件新闻 我就特地找了我的专家朋友 刚开始 他就沉默了一会儿 然后再跟我解释 浸脚这件事 他是这样跟我说的 那就是巧合了 他不会因为泡脚 把血管破裂了 是不是 那他既往有没有抱歉 拖延脱炎脑出血 或者是脑动脉血管流 这个时候 障碍就瞬间发生了 是不是 咱们这个例子很多呀 就是脑动脉血管流 那么呢 这个泡脚死脑血管破裂了 这个不可能 泡脚的时候血管是扩张的 脑血管破裂的情况下 他一般都是血下打到一定值 他是血管收缩 精卵这种状态下 容易发生血管破裂 就是脑血管意外 老外星说的中风 泡脚 所以浸脚本身不可能导致血管爆裂 真正的元兇是脑血管动物流 天气变化 情绪波动 血下波动 精神紧张 过度劳累等很多的因素 都可能引发脑血管动物流破裂 而新闻报道这位病人 本身就有脑血管动物流 在这里也要提醒患有脑血管动物流的街坊 不要过度浸脚 不过既然大家冬季都喜欢浸脚 那么到底浸脚 有没有缓解疲劳 冬季遇寒的作用呢 那么哪些人 又是不适合浸脚的人呢 浸脚到底是有益健康 还是有害健康呢 现在我们就会做一个实验 那么我们相关的工作人员 已经在里面准备好了 事不宜迟 现在进去看看 Hello 大家好 大家看到坐着这两位 那一位呢就是我们今天的治愿者了 而这一位呢就是我们的护士姐姐了 分别是豆子 对了 治愿者 那这位呢就是吴师傅 Hello 豆子我想问一下 平常你有泡脚的习惯吗 有 有是吧 通常都会在哪个时间段泡比较多呢 就下班回到家 然后洗完澡之后就会泡一下 洗完澡之后 对 一边泡脚一边玩手机 吴师傅呢 我想问你呢 有没有泡脚的习惯呢 有啊有啊 通常会在哪个时间段泡比较多呢 睡觉之前 睡觉之前 哦 泡了之后会好睡点 对啊 是啊 通过了解 两位治愿者一般都是睡觉之前泡脚 调查小组网上搜索得知 其实大部分的人 也都会在晚上睡觉之前泡脚 那到底泡脚可不可以预寒呢 是不是真的有益健康的呢 在实验之前呢 我们会有请护士姐姐呢 帮两位治愿者来检测一下 他们的血氧饱和度 血压和心脑是多少 麻烦你了 护士姐姐 随后护士分别给吴师傅和豆子 搭上血压 心脑 血氧浓度测试仪 这样 吴师傅和豆子的身体状况 是不是健康呢 是不是真的适合泡脚呢 护士姐姐 我想请教一下您 其实这些素质代表什么呢 人的正常心脑是60至100之间 人的正常收缩压是139至90之间 人的正常舒张压是60至90之间 人的正常血氧浓度为90至100 所以吴师傅的心脑血压 血氧浓度都是正常的 这个反正也是在正常范围之内波动的 这个是血压 血压也是正常的 血氧浓度也是正常的 嗯 三样都是正常的 所以豆子心脑血压 血氧浓度也是正常的 这样吴师傅和豆子浸脚之后 这三项的指标 又是不是真的会正常呢 中间又会发生什么情况呢 我们看到两位志愿者 三项的情况都是属于正常的 现在可以开始浸脚了 第一次测试 琪琪为两位志愿者 调制了一个跟人体温差不多的温度 38度 这样这个温度浸脚 会发生什么问题呢 差不多十分钟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豆子的 第一行已经是爆标了 去到131度 我想问一下 您先泡脚有什么感觉 挺舒服的 但是感觉有点热 对 我现在都有点出汗 调查员发现 豆子的心率有高达150多的情况 完全超出了心率的正常值 60至100之间 那会不会出什么事呢 而且豆子感觉好弱 出汗又是什么情况呢 这个是属于正常 还是另有原因呢 这个个体差异 可能和每个人的 可能和女孩子 可能和内分泌系统有关 他可能和他是不是 奶超级 热经级什么的 这个就令到内分泌了 个体有差异 不是都这样的 所以豆子一泡脚之后 心率升高和出汗的情况 不是泡脚本身的问题 而是豆子内分泌出现了问题 所以生活调查团在这里提醒豆子 需要好好调理你的身体 那我们再去看看吴师傅 吴师傅这边已经打了鼻汗了 那我就也不想打扰他 那等他先泡几分钟 吴师傅虽然没有什么出汗 但是吴师傅做实验的时候 都睡着了 而且这个问题似乎不是吴师傅会出现 很多人浸脚都会出现有睡意 或者睡着的情况 这个是什么原因呢 会不会有什么危害的呢 泡脚弄睡着了 我觉得在泡脚的过程中 能入眠 我觉得它是很舒服了 睡眠对一个人真的很重要 真的很重要 所以说就是假如说这个人 就是边泡边感到不舒服 那么他会有头疼或者恶心什么的 或者烦躁什么的 那就是有问题了 他边泡边睡着了 所以如果在浸脚的时候睡着 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反而是对身体的机能有好处 因为浸脚的时候睡着 可以令到身体活动的机能 得到一定的放松 那么15分钟过后 除了豆子出汗 吴师傅睡着之外 两位志愿者的心率 血压 血氧浓度 三项指标 有什么变化呢 护士姐姐这两位志愿者呢 刚刚泡酒就泡了15分钟了 那么他们的血氧饱和度血压 还有这个心率有什么变化吗 心率的话有点升高 嗯 血压的话有升高了 那这个是吴师傅的 我们再来看一下肚子的这边 嗯 血压有一点降低 腥胶饱度是正常的 也是在和期限差不多 就是幅度没有太大的变化 对 15分钟过后 40岁左右的吴师傅 心率为82 血压为142至89 血氧浓度为94 吴师傅的心率和血压 相对于浸脚前 都有相应的升高 而20多岁的豆子 心率为76 血压为102至66 血氧浓度为98 反而心率和血压有所降低 这样说明了什么问题呢 其实这个数据吧 其实个体差异很大 那泡脚的修饱肯定是扩张的 其实这个血压应该是相对的恒定 在原来的基础上 那么如果要是有点波动 应该相对来讲 应该是往下来 应该稍微降低一点 所以通过心率 血压和血氧饱和度的数据分析 以及专家的解答可以知道 血压的高低和浸脚之间的关系不是很大 就如之前的实验 吴师傅的血压是有所上升 而豆子的血压也有所降低 那到底什么温度浸脚才是最适合呢 调查员继续实验 那现在呢 就等这两位志愿者先休息半个小时 半个小时之后呢 等他们的血氧饱和度 血压和心率恢复到正常的状态 我们再来做一个测试 半个小时的时间过去了 那我们现在立刻进入第二个测试 那在测试之前呢 亦都是继续麻烦我们的护士姐姐 帮我们测试一下 这两位志愿者的血氧饱和度 和血压心率是多少的 通过测试 吴师傅和豆子的心率 血压、血氧浓度三项指标 都是正常值之内 那如果水温增加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生活调查团继续为你实验 那我现在呢 就会在两个盆里面加点热水 都自己让你去做 第二次的实验中 调查员测量了两位志愿者的水温的温度 都达到了41度 那41度的水温 两位志愿者又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15分钟过后 吴师傅这一次没有睡着 心率只有76 血压为132至89 血氧浓度为95 豆子的心率为73 血压为105至72 血氧浓度为99 两位志愿者的三项指标都属于正常值 那就有一个问题了 什么温度的水温浸脚才合适呢 除了需要注意温度之外 对于浸脚还需要注意什么 才是最有效果呢 原则上泡脚就是时间就是不宜太长 就是15分钟左右 泡脚能解除疲劳 另外水对温度啊 它那个挺适宜的 一般都是适宜度 到50度中间 每个人的那个差异比较大 其实看你就是有时间长假 睡眠之前啊 泡一泡比较好 好多人还是喜欢那个传统那种 木桶那种 木桶其实适宜度以上以后啊 它保温也非常好 再好十多分钟 温度没所谓下降 就是下降不明显 这样你也结束了 也不疲劳 还达到了就是泡脚的目的 结束疲劳 现在比较低就不适合 因为你泡脚以后 修饵是扩张的 扩张以后 其他腔力还是低啊 是吧 这样更低了 这样泡脚不太适合 其他没有什么紧急症 所以通过我们的生活调查团的调查得知 第一 人在疲劳的时候泡脚是有利于身体健康 只要你没有患脑血管肿瘤 就没问题了 第二 泡脚的时候也都要注意 水温不可以太高 也都不可以太低 一般40至45度之间是最好的 第三点 泡脚的时间最好不要超过20分钟 这样才有利于健康 生活调查团 带大家用实业实实在在了解过泡脚 对于脚的问题算是告一段落 但是面对街上的寒风震震 穿什么衣服才是鱼寒的首要选择呢 对于港大的女性朋友而言 现在市面上的保暖内衣花样繁多 而且有不少商家的保暖内衣 还是打着高科技的宣传口号 天气渐渐变凉 很多人都会换上很厚的衣服 但是觉得穿得很臃肿 觉得很不方便 一件保暖内衣就可以解除很多的烦恼 如今保暖内衣的花样层出不穷 今年不少的保暖内衣都打出了高科技的招牌 同样价格亦都是翻了几倍 但是他们到底有没有效果呢 冬天有没有买过保暖内衣 买过啊 小孩也买 老人也买啊 有啊 一般是比较奢侈的那种吧 买保暖内衣或者保暖内衣的时候 最关心的是它的什么东西 就穿得舒服了 看我一般是纯棉占最主要的 然后莫大尔主要是触感比较好 有时候跟孩子会买多一点 因为孩子也不需要穿得太厚 这个质量好一点 孩子可能是差不多吧 一定要棉的嘛 要纯棉的嘛 比较暖一点嘛 对一般看手感有没有料这样子 各位的看法都不一样 有些说说有效果 有些说说没效果 那到底哪种材质的保暖内衣 是最有效果呢 继续为你调查 现在我们立刻出发去商场实地调查一下 它现在市面上都有哪几种保暖内衣 go 哪种效果会好一点 就是会暖和一点 莫大尔 这个荣液比较暖 我看你喜欢莫大尔这个荣液 这个能保暖吗 不是啊 为什么要这么保暖吗 不是 这个你可以看上去保暖内衣 为什么原理可以这么保暖 它也是莫大尔然后加暖 因为是莫大尔的材质 所以就更加保暖 而这一点令到调查员有点怀疑 但是在其他的商家 调查员看到不一样的保暖内衣 我们这个是采用的是一个色拉姆的一个面料 色拉姆是一个远红外线发热纤维 它是加入那个泡石当中 所以可以就是当你冷的时候身体 它是可以起得发热的 我们现在的面料都是做得比较好的 不会说像以前呢 你现在穿三四件都不暖 现在的要求就是要保暖 而且要天生 这家的保暖内衣 采用的是色拉姆材质 并且含有远红外发热技术 人体只要穿上身就可以自然保暖 听上去真的很神奇 当然价格也是不便宜的 这样一件薄衣衣的衣服要五百多元 除了莫大尔 色拉姆的材质 调查小组在商场中还留意到 粟炭和来卡的材质 这一种都似乎是今年添加的新换衣 是否因为新元素的加入 就会更加保暖呢 调查小组在市面上购买了 不同材质的五种保暖内衣 进行了保暖性的测试 我们将五平水温 约在30-35度左右的温水 用保暖内衣包裹起身 一个小时后再来看看变化的情况 测试作人之前 色拉姆材质的保暖内衣 包裹的温度又为35度 竹炭材质的保暖内衣 包裹的温度大约为35度 棉质保暖内衣的包裹温度大约为35度 莫大尔棉包裹的温度大约为32度 羊毛材质的保暖内衣 包裹的温度大约为33度 一个小时后 我们再次对保暖内衣内包裹的 平装水温作人这个测试 色拉姆材质的保暖内衣包裹的温水为38度 上升了3度 竹炭材质的保暖内衣 包裹的温度大约为38度 上升了3度 棉质保暖内衣的温度大约为38度 上升了3度 莫大尔保暖内衣 包裹的温度约为33度 上升了1度 羊毛材质的保暖内衣 包裹的温度为34度 上升了1度 所以除了莫大尔和羊毛材质的内衣之外 其他材质的保暖内衣 保暖的效果 几乎都没有差异 我们可以发现 其实两者的区别并不是太大 所以在具体选择的时候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 选择不同材质的保暖内衣 关注完女性冬天遇寒用的保暖内衣之后 再来关注一下女性在冬季食 阿嘉活血的问题 最近有一位观众打电话过来就说 最近假阿嘉的报道在各类的媒体层出不穷 还有人说 市面上85%的阿嘉都是假的 而且价格高低不一 相差很大 就问我们应该怎样分辨这个阿嘉是真还是假呢 其实阿嘉应用就已经有3000多年的历史了 历来被誉为保月圣洋 滋宝国宝 和这个人心 陆庸一齐被誉为这个中药三宝 阿嘉的原产地是山东东阿苑 最早就用地下水 把这个颅皮 就经过数十度的这个工艺练制而成 阿嘉具有这个补血之音 潤醋止血等等的功效 而关于阿嘉的真假 你们又会不会分辨呢 你听说过恶交吗 听说过 听说过 知道恶交 知道恶交 就是补血之类的 你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分辨阿嘉的真假 或者好玩 据我所知就是 这能够 锤能够打得断的那只就是了 从那个触感上吧 我会觉得 就是比较纯的额角可能会软一点 用火烧 看它的一个色泽分面 应该还是可以看出来的 包着手才能够感觉到 平时看了会很难看出来的 做得很少都不融化 总之不好 从街坊的答案中 可以归纳出五种的方法 一 观察蛤交的外表 二 烤水蛤交辨别 三 闻蛤交的味道 四 水溶蛤交 五 火烧蛤交 调查员在市面上买回来两种蛤交 分别用收集到的方法 对它们进行这个检验 第一种方法 观察蛤交的外表 我们可以看到它表面是比较粗糙 还有很多凹凸的位置 而且它不是那么光泽 颜色是偏淡一点的 就是壳色的 我们可以看到 好像这些位置凹凸不平 还有一些地方是已经断裂了的 好像这些位置还有一些气孔 我们再来看看 刚才在我右手边的这个蛤交 我们看到它表面是非常光滑 而且颜色是呈现隔黑色的 它的表面都是比较有光泽有亮度的 还有它无论是哪个位置 都是比较平顺 没有什么凹凸位 还有没有什么气孔的 这辆比较好的蛤交 它的表面比较整齐一点 光亮 它的调纹比较清晰 所以说有一些如果发现 我们买的蛤交 表面上就是不光滑 甚至有些气泡有些小洞 那可能就因为皮质 有一定的质量问题 或者是其他的这个皮做成的 第二种方法 酵水恶交辨别 那接着来呢 我们就将它酵水来看看 它的那个表面 横截面会有什么不同 那我们酵水了之后呢 就见到它的碎片 横截面是比较透明通透的 而且颜色呢 都是呈现一种深刻黑色的 非常之纯正的 看上去就没有什么杂质的 接下来 我们的调查员 把第二块的蛤交墙 这个敲打 截断的地方呢 还有一些小洞在这里 质量好的或者是真品 鹅胶 它这个坚硬 一碎一敲 很快就很碎裂 像那些微品 尽管它很坚硬 但是它一敲 它是成快作 不易碎 这是它们也是一个区别 第三种方法 闻蛤交的味道 首先呢 我们就来闻一下这个 刚才在外观上面观察 比较差的这款蛤交 那它的味道呢 就有很浓烈的一层药材味 就是味是比较重的 而且呢 在这个药材味当中呢 是夹杂着一些的腥臭味 第四种方法 水溶蛤交 我们的调查员将这个蛤交磨碎 然后放在两个容器里面 倒入水充分溶解 再逐一变变 在药片里面呢 有一项评判标准 真假蛤交的呢 是这样写的 那因为呢 这个蛤交是水溶性的物体 如果说它在水里面 溶解了一段时间之后呢 还有杂质的话 那就是说它呢 是假蛤交 现在在我手上拿着的这一杯呢 就是刚才我们 比较好的那一款蛤交呢 就可以完全溶解 那么初步判定 它呢 就是一个真的蛤交来的 那如果说是这一款呢 我们可以见到 在它的底部呢 是有很多 未溶解的蛤交 也就是所谓的杂质 那言下之意呢 就是这一边的蛤交呢 应该都是流流的了 第五种方法 火烧蛤交 我们的调查员 取了少量的这个样品 放在酒精灯上面燃烧 两块蛤交出来了不同的现象 那我们看到呢 那我们看到了 那现在我手指的这个方向呢 这一块呢 是已经完全烧焦了 是黑咩咩咩的 而且呢 它是散发春的阵阵 都是那些烧焦味 非常之难闻 那如果是一个真的蛤交呢 它烧出来的感觉 应该是有一阵 比较清淡的豆油香味 专家就提醒我们 要看蛤交包装上面的字样 有防艺标签和QS生产许可证的 才可以放心购买 调查到这里 我们来总结一下 便便蛤交一共有六种的方法 第一 看包装上面的防艺标签 和QS的认证标志 第二 好的蛤交 胶的表面光亮 调文平整 第三 烤水蛤交 真的蛤交呢 易烤易碎 艺品就不易碎成这个块状 断面就有很小的洞 第四 闻蛤交 真蛤交有淡淡的豆油香味 而假蛤交就会有一股腥臭味 第五 用水溶 杂质多的 混组的 都不是靓蛤交 第六 用火烧 有龙烈香气 为真蛤交 那本期的生活调查团 为广大的观众朋友 解决了冷冬的问题 为了令到大家可以过上一个 暖和舒适的冬天 今期节目就这么多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广东广播电视台公共频道